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1年11月27日 丽尔拿三分特别易 周六深夜 法甲赛场迎来一场较量 届时丽尔将主场迎战南特 目前丽尔的势头趋于稳定 刚刚在凹关联当中赢下关键战 球队整体表现有上升迹象 此番面对做客战斗力不足的南特 丽尔渴望全取三分 另外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丽尔上仗欧关联面对萨尔斯普 凭借攻击手装拿分 大卫为球队攻入全场唯一入球 丽尔得以取得一场小胜 并且令自己掌握分组出现的主动权 欧关联赛事告一段落 丽尔要回到法甲赛场继续征战 要知道丽尔本赛季在法甲的征程非常坎坷 对物未免冠军来说 14轮联赛过后只有4胜5和5负的战绩 以目前的态势 丽尔已经未免无望了 将目光放在欧战席位 其实更贴合实际 利好的事 丽尔本赛季在主场发挥上算稳定 6场主场战继位3胜2和1负 失球表现稍显糟糕 导致无法取得更多的胜利 本赛季利尔的封线头号人物无疑是加拿大前锋 装拿分 大卫 此子已经在联赛当中攻入了10球 并且10分均衡主客场各攻入5球 同时有6次率先为利尔洞穿对方的大门 装拿分 大卫此意的表现很大程度会影响利尔能否全取3分 南特方面 球队在14轮联赛过后获得5胜3和6负的战绩 积分刚好多出利尔1分 前者的表现属于重规重矩 甚至在主场层面南特比起利尔强分能力更佳 然而南特目前的状态并不好 在过去三轮联赛当中 球队都无法取得胜利 当中二场做客比赛均遭遇失利 将时间线拉长一点 南特已经连续四场做客比赛难球1胜 在这四场比赛里面 南特军场失球超过2球 可见客场防守不稳 将成为南特金杖要面对最大的问题 此外 南特以往面对利尔南长甜头 双方过去11次较量 前者未曾赢过一次 并且最近6次碰面 利尔全部获得胜利 可见南特本轮出征利尔凶多吉少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